我们在尖渣这边呐待了两天 然后了解了一下这边的 人文习俗地貌等等等等的 米莉也拍了一部这个 关于藏族女性创业的一部视频 展现藏族女性的一个 力量 就是 来得很好 我们在这一录里面 会记录这样的一些 很有特色很有特点很有意义的一些视频 我洗饭啊这是我洗饭做的 我呢就是记录这样的一个生活Vlog 大概这个也有意义吧 有意思吗 现在我们要出发下一站 中国的那个唯一一个县 就是沙拉族县 沙拉族很多人可能没有听说过这个沙拉族 在咱们中国呢还有个沙拉族 就在青海的雄化县 到雄化之后给大家好好讲解一下 关于沙拉族的历史 好 来 Let's go Let's go 现在收拾行李 收拾好 我们又出发了 三三一开始记录生活 给妈妈弟弟拍个照片 拍得很不错 然后来道别 他们特别特别好 和米利相运的是嘎达庄园的庄主 这里是真的美啊 舍不得走啊 下次再来这里 这里正好 春天的时候这边梨花开的时候也特别漂亮 下次再来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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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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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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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又是一幅风景画 这里像是世外桃源一样的不? 没有被外面的人打扰是吧? 就这么一个小村寨 还有比较原始一点啊 脏族村寨 你看 老婆 房子保留了这个脏族的传统 很漂亮 老婆 这里的牛粪是不是闻的香的呢? 你闻一下真的 他们这边吃草的嘛 对 就是草的味道 对 对 对 这个那边没香 没问题不是不臭 那很香 也不是香的那种味道 就是草的味道 自然的味道 对 不是很臭的那种味道 哈哈 哈哈 哎呀好漂亮呀 这里 真的 我们这是到了哪里了 不知道 一小葱子 叫苏化葱 我等会开车还可以上去了吧 哎呀没有了 嗯 我是王子们 我爸们 哎呀真的美 一小你还吼着呢 这直接是电脑桌面呀 哎呀我的天 电脑桌面就是这样的吗 不是 那天方在他们在洗头发